马克是通过下面四种警报来找到风险点并加以管理的 第一个警报 突破基底之后注意观察20日的均线 一旦股票的价格突破适当的基底并向上移动的时候 则应该持续处于20日均线的上方 如果低于20日均线则是负面的信号 虽然不一定因为这个原因卖出 但是这种股票应当处于严格的监控当中 收盘价低于20日均线并不是太大的问题 但是如果出现在刚刚突破基底之后 那么它在被迫止损之前走向成功的概率就会小很多了 第二个警报 注意股价连续三天创新低的交易量 放量的三个低点是警告 但如果在第三个下跌日买家急速强入 交易量上升并且股价收在当日K线的上半部分 还是可以观察一下的 但如果第三天收于低位并且伴随交易量的放大 就是应该放弃的时候 好